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它這個HERA4感到陌生就好 其實這個HERA4來說呢 它是一個美國加州的品牌 它實質上來說 在美國算是非常有名的牌子 它的特色是在哪裡 大家看我手指都指的 它們的包包 它們是屬於有一種硬殼式的狀態 去做這個包包 這真的是它家的特色 雖然說QMO曾經介紹過我們台灣自己的硬殼槍箱 但是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而它們由於它們總部位於加州 所以它們是因為那邊有很多的 衝浪者 運動者 所以它們會針對很多情境下去做不一樣的包包類 它們東西也非常齊全 大家可以看不只 大包 小包 中包 它們甚至還有一些攝影的鏡頭包 這些東西 這一次呢 劉氏國際把它們引進來台灣 這HERA4呢 其實它們主要的概念 為什麼有這個4 大家看一下它的標籤 它們4來說呢就是指一種危險系數 QMO做工程的 有什麼普通啊 危險 非常危險等等它都寫在下面 實質上來說就是指 它這個牌子是希望針對各種情況 各種使用的人員來說 來做出應對的一個gear gear就是裝備 那這一次呢也很開心 其實它不是沒有東西 就是大家要看你怎麼去看而已 那這個HERA4呢 由劉氏國際這一次帶你進來台灣 那不好意思 欸大哥 接下來的話 這個HERA4這個牌子 可以在哪裡購買到呢 目前的話 我們會慢慢推廣到 那個所謂的配件廠商 賣槍的那些店家去 而且那現在來中間 現在在台北市 岩平南路72它有展示 我們公司有展示 那網路上那個是賣的嗎 網路有 網路上我們已經有 都上架了 那是搜尋什麼牌子啊 直接找HERA4就可以了 直接找HERA4就可以了 對對對 我們現在把品項全部上架了 了解 OK 謝謝你QMO 謝謝 不會不會 真的 所以現在目前來說 其實老實講 HERA4的這個品牌 已經正式推出來了 所以大家真的感興趣 你去搜尋 那當然我也會把他們的 官方網頁放在下面 你們可以去搜尋 然後甚至可以看到他們的很多品項 他們東西真的不少 好不好 那還是一樣 如果你感興趣呢 就記得過去關注 然後按個讚 好不好 那QMO就收到這裡了 好 謝謝